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基督在与神和好方面所做的事 接着下来保罗指出人应该如何与神和好 我们一起看歌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歌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结 没有瑕疵 无可集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罪使人与神隔绝 只有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将人的罪除去 人才可以与神和好 保罗从三方面说出人以前和神隔绝的状况 在地位上是与神隔绝 在心思上是与神为敌 而做出来的是恶行 我记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和十三节的经文说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药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经文说得非常清楚 在旧约时代 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至于外邦人 都是与神隔绝 与神为敌的 与神隔绝 表示活在神的应许以外 完全没有盼望 有些人就更差 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 站在神的对立面 与神为敌 是指道德、伦理、智慧和思想 都使人叛逆神 照你这样说 恶行不单止在思想上抵挡神 在实质上 就算用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 都是邪恶的了 第二十一节的《从前》 和第二十二节的《如今》 互相呼应 用来比较人与神和好之前 和之后的分别 从前人是与神隔绝 如今与神和好 圣为圣结 再无瑕疵 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应该是针对人之所以能够与神和好 完全是因为基督的死 这个肉身的死 和人靠自己的努力 甚至靠敬拜天使得救 又有什么分别呢 负罪有两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 负罪的人必须有同样的血肉自驱 第二 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替有罪的人负罪 天使没有肉身 所以不能够帮有肉身的人负罪 至于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从来没有犯过罪 具备这两个条件 所以祂以肉身受死 才能够一次过完成救赎全人类的功效 基督为了替世人负罪 扶上死亡的代价 对比起靠人自救的方式 更加显出祂的死亡是最宝贵 是无可取代的恩典 和合本圣经第二十二节的最后一句经文是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而圣经新易本的同一句说话就是 《诚献在他面前》 《诚献》是法庭的用语 就等于《诚堂》一样 神易本的意思是 神要在末日的时候 将得救的人呈现在审判台前 宣告他们无罪 以显示祂是圣结、无瑕疵、无可指责的 我相信圣结、无瑕疵、无可指责 基本上是形容人的熟灵境况 而不是指人的行为完美、无缺点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呢? 你的补充十分之好 这句说话的重点不在于人的行为 人无论如何都有瑕疵 只要藉着主耶稣补血的结症 人才可以被算为圣结、无瑕疵 可以坦然无惧地被呈现在神的面前 好,我们继续看一章二十三节 《歌罗细书》一章二十三节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行心 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时传语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人与神和好 只能靠基督耶稣的肉身受死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人 依然要持守信心 不可以轻视主的恩典 继续过一些任意放荡的生活 就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 在信主之后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何谓神的善良 顺传可喜悦的旨意 《歌罗细城》处于地震大 如果屋的根基不稳赠 在发生地震的时候 就会倒塌 损失严重 保罗鼓励信徒要打好熟灵的根基 就是福音的盼望 和使徒所传纯正的信息 这才不会被异端邪说所动摇 保罗说祂是福音的执事 林斌,可否请你解释一下呢? 保罗强调 他是基督亲自简选 全正统福音的使者 他更加教导信徒 不可以离开这个福音 保罗特别指出三点 第一,信徒听过福音 相信并且得救 如果离开福音 就会失去得救的果效 单单听是不足够的 还要传扬福音 根据这个逻辑 第二,哥罗西的信徒 在听过福音之后 要将它传给普天下的人 既然普世的基督徒 都听过同样的福音 那哥罗西的信徒 就不怕孤军作战 所以也不用怕假教师的威吓 第三,保罗现身说法 它做福音的执事 圣经新译本将执事翻译成为 博役 强调博人要服从主基督的命令 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传福音 好,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祷告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保满基督环难的缺陷》 受苦是指当时保罗所受的牢肉之苦 不过他的心境是欢乐的 因为他是分担着基督为教会所受的苦难 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坏人才会坐牢 而神的仆人就不应该被捉去坐牢 保罗说他是为教会坐牢受苦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作为基督的执事 为教会受苦是他分内的职责 就好像基督为人类受苦一样 是证明他有仕途身份的时候 保罗列举出他受苦的经历 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他们是基督的伯人吗? 我说句狂话,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劳 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既然教会和基督是合一的 这样,为教会受苦 就等于与基督一起受苦 这里所指的 并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 唯独基督受苦受死 成就十字架的救赎 信徒只能以信心领受救恩 而不能靠自己的功劳得救 保罗的教导非常清楚 十字架的救恩是完美的 不需要任何人或蛇添足或补充 至于世上有苦难 是因为魔鬼撒旦令到这个世界千瘡百孔 就连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上都要受苦 根据教会历史的记录 在十二仕途当中 除了犹大自杀和约翰坐牢受苦以外 其他都是殉道 以保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的确保罗自始至终都是将基督放在首位 就连受苦都是跟从基督的榜样的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查《歌罗细书》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